好 今天开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多元微分学在几何当中的应用 那么在介绍这个内容之前 我们先回顾一下 我们在空间解析几何里面 给大家介绍到有关面和线的一些方程 首先我们第一个回顾的是直线方程 假设直线方程我们说它过一个点 它的方向是L这个方向 那么现在让你去求这个直线的方程 好了 我们先在图像上把它表出来 这是直线的方向 这是直线进行的点 我们的方法就是 首先我们可以在这个直线上任意的取一个点 MXYZ 然后我们就是要看这个XYZ 满足的一个方程是什么 好了 假设这个M就在这 然后连接这两点 我们注意到这时候其实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向量 就是M0M 因为它的方向是以L为方向的 所以它应该和它平行 我们就得到了M0M这个向量和L平行 根据这个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我们其实就可以得到一个关系式 因为这个M0M这个向量呢 我们很容易把它的坐标形式表示出来 就是X-X0 Y-Y0和Z0 它应该和这个ABC是对应乘比例的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它等于K倍的括号ABC 那么把这个换一种形式来写 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一个关于XY的一个方程式 那么也就是这个直线的方程了 那么就是X-X0比A Y-Y0比B和Z-Z0比C 应该等于这个K 所以K呢 我们在这里就其实不用写了 这就是这个XYZ 这个点满足的这个方程式 也就是这个直线的方程 如果我们还在写一步 令它等于K的话 我们实际上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 我们比较常用的直线方程 就是参数形式 如果令它等于K 那么X就等于X0加K倍的A Y就等于Y0加K倍的B Z就等于Z0加K倍的C 这两种形式我们说 都是非常常用的直线方程的表示形式 那么这是直线方程 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 曲线方程 那么这个曲线方程呢 我们说我们可以给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在平面上的 这种呢 我们比较常见 我们通常可以用这个参数形式来表示 X点X1Y点YT 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Y点Fx 或者是极坐标的形式也都可以 最通用的呢 就是这个参数形式 这个呢 我们看和这个直线呢 也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 那么空间上自然 那么就会多一个Z 除了X等XYZ等YT 会多一个Z等ZT 这是我们说曲线方程 它的参数形式 除了这个比较常用之外 还有一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曲线在空间上 它可以是两个曲面的胶 所以我们还可以用 这样一个方程组来表示 上面这是大FXYZ 下面是GXYZ 它们分别代表两个曲面 两个曲面的胶 当然就是曲线了 这是我们说的直线和曲线 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平面方程 那么我们也是先 以着一个点 以着它的法向量 N 然后我们去求一下 这个平面的方程 首先我们画出来的是 这个要求的这个平面 它过这样一个点 法向量是N 那好了 现在我们的做法 也是在这个平面上 任意取一个点M 这个M呢 就是它的坐标是XYZ 好 连接这两点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两条直线是垂直的 那么对应的也就是 这两个线量 它们也垂直 好了 那么 M0M 我们刚才已经 用过一次了 那它的坐标就是 X-X0 Y-Y0和Z-Z0 那么N的坐标就是ABC 它们垂直 等价的结论 就是它们的内积等于 0 如果我们把它展开的话 那么就是对应相相成 A乘以X-X0 B乘以Y-Y0和Z乘以Z-Z0 它们在做和 那么这样的话 就得到了我们 最常用的一个平面的方程 就是这样一种形式 当然你如果把它划写一下的话 那么就可以得到平面的一般方程 我们看有A为的X B为的Y C为的Z 剩下的我们看都是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 我们就干脆记上D就可以了 这是平面的两种方程 我们说除了这两种之外 我们还有一种 叫结句式 也比较常用 X比AY比B Z比C 它们相加等于1 这种比较常用的原因 就是它在空间直角坐标系当中 比较好去画 因为当YZ都等于0的时候 X就等于A 也就是说 它首先过A00点 还过0B0点 还过00C点 那么这三点刚好就是 在坐标轴上的结句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就很容易的把这个平面的图给画出来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给大家复习的三种 卸几句面的方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